我们开实体店的真的缺客户吗 我告诉你 你缺的不是客户 你缺的是获取客户的方法 那么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客户 你为什么会选择进到某个店里面去 是不是因为这个店和别人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记住啊 客户是被吸引过来的 没有哪一个客户会无端的走入哪个店里面去 其实说到这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 你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者 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客户的时候 我们进到一个店里面去 其实很大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这个店的某个东西吸引了你啊 那么我们能够吸引客户的点也很多 那么我们能够吸引别人的点就会很重要 如果我们所做的所有东西 不管是产品也好 陈列也好 门头也好 各方面跟别人完全一样 那根本就谈不上吸引 你现在去看看这大街上的店 是不是一排过去感觉都一玩一样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排的声音都不会好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了 我们的店的东西就跟别人一样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营销的角度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吸引客户 比如像你开了个理发店 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吸引这些客户呢 其实很简单就一个逻辑 你能不能把你们店里面本身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项目 比如像洗头发 你原价可能洗一次头发20块钱 你就告诉所有的客户 你只需要99块钱 就可以成为你们店的会员 成为会员以后 以后过来都免费洗头发 每次来都免费洗 但是办了这个会员之后 只限客户本人 那么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说 他就会觉得哎哟 我原来洗一次20 现在你99块钱 我洗五次就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 我这一年怎么着也得洗个二三十次头发 你看这个时候他觉得赚钱了 他就愿意来 但是他来了之后 你想想他以后剪头发 做头发 烫头发 染头发 不涂在你这了吗 这个只是免费的一种应用 也是左下角实体小店创业 时操科里面给大家讲的 副产品免费的一种方式 也是会员制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些实体店 我们自己要去做出 能够吸引客户的这个点 方法还有很多 这也是建议大家去认真研究一下 实体小店创业实测和最主要的原因 记住一句话就行 我们如果想要生意好 你一定要记住 我吸引别人过来的点究竟是什么 如果找不着 那你就去199的课程里面 好好找一找 谢谢大家